手法招招幽闷 强梁夜夜荒歌 损人利己 骑马罗正直公平的哀乐 修桥补路瞎眼 杀人放火的儿童 我到西天问我佛 佛说 我也没辙 燕子一句定长诗 刚才我问你俩是一个孩子 看着 刚才一进来啊 我问了一下 然后我让那边说一下 昨天 我说的这部书的第一回 门口可能有观众看的 民国拔打齐案 刘瀚臣之死 今天是第二回 昨天可能就这部观众来了 您几位可能没听着 咱们用简短的时间 把我昨天说的内容 给您各位陈述一下 要不您可能接不上 故事的很简单 大概什么意思呢 刘瀚臣是一个唱戏的名角 1923年 在天津出了这么一件大案子 直立都办处于谱 枪毙了这个唱戏的名领 给打死了 这是真事 过去我师父啊 郭德红先生 还有金文生先生 包括现在天津的刘立福先生 在天津的书馆 如果说这段书的话 门口那水牌子 必定要加上几个字 天津实事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 后来是我们的相声 老艺术家前辈 张寿辰先生 根据这个实事 改编成了这么一座 当口相声 奉献到舞台上 给您各位表演 我们这一帧呢 从我师父说呀 西河门户 他说相声的这个门户 扣的是 郝耀文 侯先生 西河门户 或者说说书啊 他的师父是金文生先生 我们如果说说书的话 跟我师父算西河这一帧 为什么说金先生 这部书好呢 他是夺的真传 因为刚才我说了 张寿辰先生 写的这个 当口相声 当年张寿辰先生 住院期间 金文生他们 公公是许环啊 这几个师兄弟 还是同事 到医院如番啊 去照顾老头 在病床上 老先生给他念的这部书 所以说我们这还是 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昨天我说的是什么事呢 这个故事虽然是天津时事 但是不从天津开 从哪开呢 湖北省的省会 武汉市 武汉三镇 武昌汉口汉城市 汉口市中山道 有这么一个大型的娱乐场所 叫新欢乐园 过去叫老欢乐园 现在您到武汉市 还有这个地方 改成一个娱乐城了 是吃啊 是喝呀 看电影啊 影戏剧 都演 1919年 这地方就开业了 当时和这个 天津的券业厂 还有上海的大世界 并称中国的三大娱乐场所 就类似于北京 现在咱们这个 朝阳区欢乐舞 这意思是 什么都有啊 您买张门票进去 连吃 带喝 带玩 一礼拜 您不用出来 武汉市新欢乐园 唱戏的这个园子 一千多人大剧场 请了一位名家 谁呀 齐派老生 周信芳 这可能一提 在座诸位都知道 南齐北马 当年北方是 马连梁马先生 南方是齐林童 其实齐林童 原先也是在北京学的 他生在上海 幼年到北京 洗连城 课班 后来叫副连城 学戏 学城之后 回上海唱戏 创立了独特的 气派唱家 1920年 他老去武汉 这个户恶两地 这么着跑 请来这么别名家 戏门非常的硬 昨天我说了 武汉这个地方啊 九省通区 交通枢纽 交通枢纽 必然就是文化重镇 您记住 因为各种的这个文化呀 或者人员 在这儿汇集 懂戏的人多 爱听戏的人多 齐林童先生 到这儿打炮戏 七天 都是什么戏呀 虚色豪诚 一泽王魁 打扫松下书 都是齐派的代表巨龙 萧和乐下追韩戏 观众真跑 戏票还真不便宜 头一排 十五块现大洋一张票 末一排 五块现大洋一张票 这相当于什么概念 我跟您各位说说 一九二几年民国期间 两块现大洋买一袋面 一家人吃一个月 他头一排卖十五块现大洋 您琢磨琢磨 听齐林童的戏 当年是个什么消费事 很贵 就那样 开票一星期 卖名 买一招票 头几天唱得都不错 唱来唱去 唱来唱去 唱到周末 贴了这么一出戏 玉碑亭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看过这部戏呢 也就网友道休期 大帝什么故事呢 网友道 娶这个媳妇就没有了 结婚以后三天回门 回来以后 都玉碑亭上 遇上一个小伙子 瓢泊大雨 这小伙子呢 照顾及封建的这个男女礼教啊 从这个亭子外 就裹出去了 没跟他在一块待着 回家以后 把这事跟自己丈夫说了 没想到 网友道啊 簇海生坡 封建的观念 这个男的受不了这个 这方面思想的冲击 觉得自己媳妇跟这个男的 在这亭子里待一小 那没事也有事 传统就不好听 写了一只修书 把媳妇就给修了 唱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网友道 写修书这段戏的时候 咱们国家这个京剧 有他独到处理的地方 设计了一道七题唱箱 比较高靠 反应就封建礼教 他接受不了 但说本身这个人物性格 到这儿心里比较矛盾 为什么呢 他知道自己媳妇 不会办这个事 但是说必须得修 那么周信方先生 在这儿唱这个戏 怎么唱 从这个乐理角度上讲 这个叫下午音低八度 就是说胡琴乐队 伴奏是这个调 演员唱也不唱这个跳 低着八度 在下边唱 但您可记住 这个调门如果掉下来的话 这个音量还不能小 1919年的时候 这扩音器卖的风格 没有那么发达 你想一千多人的园子 他在这儿唱戏 要求让最后一排的观众 最后一排也五块 现在要呢 要求让最后一排的观众 也听清楚了 还给低着八度 这嗓子还不能窄了 这就要了难度了 见了功夫了 但实话实说 武汉的观众啊 没听过这个戏 海派嘛 没怎么听过这个戏 观众觉得一到这儿 哎呀 也没什么动作 就这么一个人 拿着笔在这儿写 这调本还这么低 觉得这个 齐琳同齐先生 不卖力气 观众就不爱听了 这个剧场有点骚动 有点酥了 跟我们行话说 周先生心里很不高兴 这么大一个武汉城 又没有东西 哎唱来唱去 这段等落签的时候 整个园子 没有一个叫好的 就在这二楼 拔脚桌的口那点 有一个小孩的声音 喊了一声 好 好 这是捷骨眼 喊的是地方 当时周信芳都住上戏了 难以你这么一看 这个小孩 开始觉得 他可能是蒙上的 不一定真懂戏 可打这往后 这出戏打唱完了 这孩子处处叫好 叫的是地方 这就不能全是蒙的 散了戏以后 叫人找这孩子 这么大武汉城 一千多人员的 没人听懂这出戏 一个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 就会听这些戏 找吧 没找着 您总有一千多人散了戏 找一个人哪找去 这事就过去了 昨天就说到这 转过天来 周信芳先生啊 上剧场 比如说晚上六七点钟办戏 三四点钟就得办戏 走着去 那有时候你走着去 这涉及到我们这个行业啊 甭管说相对还是取一行 离军行 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甭管是多大的演员 去剧场啊 不能做公共交通 你看您在公共交通啊 不算是公共汽车地铁上 很少能碰见我们这行业 这为什么呢 现在有私家车了 过去没有 过去就是要自行车 要么就走着要绿黄包 为什么不能做公共交通啊 你比方说我这上剧场 我坐这地铁四号线 我踏一下我在车站碰见他了 可能啊 现在没观众认识我 假如有一件 您刚才那位大姐说的 我要是成了 我有名气了 啊人家看见 你说这不那个 昨天说言个详吗 人家肯定得给我说两句啊 您再跟我照两张相 坐这一趟 您再给我聊两句 时间长了实话实说 底下您要是老能看着我 老跟我说话 您就不喜欢买票看我 真的 这是按说这个 我不应该您各位说 这是我们这行的行规 就是您对我下边 要是没有新鲜感的 您不可能花钱买票再看 那时候的艺术家都这样 啊 甭管多远一个早早上去 周杰发先生今天早上被援了 这个剧场啊 后门是个夹道 打这夹道这么一探头 往里边这么一走 往常没人 周杰先生哪眼这么一看呢 围着这么一圈的这个观众 好像里边看什么都 也不知道看什么呢 还有叫好声音 好再来一个 不知道里边干嘛呢 走的人均外边掌声 往里边这么一看 是个孩子 小孩啊 带着一个假脸 没狗脸 带一个假脸 是个老头的模样 自己坐在这胡子 拿这么一个竹棍 还是什么东西 上面拴的这个毛啊 马踪啊什么东西 当这马丁 干嘛呢 唱戏呢 哎呦 看这么久 唱的什么戏 我在这听 因为他也是唱戏人 萧和月下追寒戏 这是我的戏啊 周新芳一想 我看看嘛 看了那么一会儿 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呢 这孩子啊 看着模样 傻平均带着夹脸上 看不清模样 看着模样 傻平均身高 七八岁的样子 一举一动 抬手投足 还真是那么的意思 看着是可能是野范 用我们行话说 没受人教过 哎但是呢 这个神态 这个意思 这个唱词 还扑具这专业的风范 哎一下 把他就吸引住了 我进去看看 周先生八人呢 就进来了 周围人都认识 这是欢乐园 好大绝 骑铃童 谁不认识 都闪了一条道 进来以后 周先生一巴 把这孩子手 和你拉住 说孩子 你这戏是跟谁学的呀 小孩把这夹脸一摘 俩人四目一对 就是那天在台上 喊好那孩子 他印象非常深啊 小孩一看着麒麟筒 脸一红 手一甩 蹬蹬蹬蹬蹬蹬 顺着胡同就跑了 一把没拽住 你说这事闹 也不能追 那么大艺术家 你胡同追孩子 也不像话 跑跑了吗 问周围的人吗 这不就这么多观众了 别来 这孩子你们谁认识 好 您说这个 他见天在这儿 跟他妈 您不认识他 他妈不就是那个 咱们欢乐园后灶烧水 那牛妈呢 牛妈 没见过这人呢 这孩子今天多大 这孩子今天 八九岁 到较十岁 行行行 这时候记下来 当天晚上唱完戏 秦农先生把剧场经理叫过来了 说我要问您点事 咱们这个欢乐园啊 后灶有没有一个烧水的老太太姓刘 有啊 有一种妈都知道 啊咱这老虎灶烧水的 你能不能现在带着我去看看他去 我有点事 还您上那干嘛去 有时您跟我说过 分不然给您办了就完 不不不 你不了解 你现在带着我就去 简短节说 剧场经理带着这个刘汉 带着周建芳啊 就到了后灶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南方 南方这个烧水啊 叫什么 老虎灶 什么叫老虎灶 咱们去排 咱们去排这个灶头 是拿那个石头气的 一个一个雅一个一个雅一个一个雅 从那头啊 捋这个水 一个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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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边生火 一倒一堤 说这湖开了 拿走 把后边这湖往上倒往上倒 空湖完了 从这边再往前倒 干嘛这样呢 这火从那儿往这边烧 这凉水可能搁在这边 一倒一堤一倒一堤 到那儿啊 那水也就温了 那水好开 怎么叫老虎灶呢 有人说啊 是那个灶头啊 像老虎那个虎脑袋 还有一种说法怎么说的呢 南方啊 不像北方 说家里边生火呀 烧煤 南方没有那么多煤 烧锯木 那您昨明天给烧多少锯木啊 一劲往里边躲 往里边的蓄 这个吃的特别的多 所以叫老虎灶 他往这个 锅屋房里边这么一走 哎呦 乌烟瘴气 您从那 那锯木本身就碎个渣渣的 只要在一收完了 就屋里待不下人 淋水 其也在淹的一大堆 这锯长听也说 这个 这个 赵老板 您啊咱们口等 您别进去 这不是您待的地方 我进去给您叫出来 他就进去了 不大一会儿功夫 从里边领出一个中年的妇女 穿的是这个破衣粗布 拖着背 你看这模样啊 也就在 三十五往上 四十五往下 但是看得出来 怎么呢 经常干着重体活 拖着背 面啊 面色很沧桑 不到四十岁的年纪 这个病角 有了白头发 出来以后 也很迷茫 不知道什么事 一看就忙着呢 哎呦 这个赵经理 这经理姓赵 说赵经理您 出来找我干嘛呀 这是 刘嫂 你啊见个人 你看看这一辈 您认识不认识 哎呦 刘嫂也认识 周信芳都认识 这不七零奴七老板吗 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我 你有什么事 您是用水 是怎么着 我给您带过去 不就完了吗 不是不是 刘嫂来您坐 周信芳先生 刘嫂我坐下 哎 我问你点事 您是不是有一个孩子呀 对 我是有个儿子 都知道 叫什么名字 叫刘汉成呢 哎 这就是刘汉成 昨天我说 这就是咱们这个书的书的 刘汉成 是不是装心生气了 你看当妈的 都是这些呢 尤其男孩 多在说外边是警察 是老师 一到家里来 说您家孩子 有一谁谁谁 当妈逼反 这还捅楼子 是不是着急生气了 哎呦 我就说嘛 我不让他去 原来听戏 不让他去听戏 以后我肯定不让他去了 误会了 真不是 我问你啊 这个孩子 今年多大 今年九岁 他 从什么时候开始唱的戏 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就唱戏了 哎呦 那可糟了 把记事儿起吧 我印象里四五岁的时候 就喜欢听戏 您的戏最爱听了 啊 一再原子一听啊 他就老翻墙进去 您看我这个条件 没有钱买票 有时候翻这大墙 还钻过厕所的下水道 早上进去都进去过 有人教过他没有 没有 哪能有人教过他呀 我们这个小门小户了 他就瞎唱 那边真的一般见 七零东西 那个都主力了 这个孩子 八九岁的年 四五岁长期 没人教 天赋可见一般的 哎呦 大嫂 是这么回事啊 我呢 你也都知道 唱戏这么多年了 在武汉一带呢 算小有个名声 这么多年呢 我带了几个徒弟 但实话实说 没有几个让我满意的 呃 不是说呀 有天赋不努力 要不就是很努力 但天赋很差 唱戏这行就是这样 这个百分之九十九啊 甚至更多的 来与天赋 别骂这遗传经验